婆婆做手术需要19万,然后来找老公要13万块钱,老公让我把她的亲生母亲赶出去,我该怎么办呢? 我今年是27岁,和老公我们两个人结婚已经5年了,女儿现在也3岁多了,我们两个人是同学,自由恋爱的,不过我和我老公老家都是农村里面的, 只是前两年孩子还小的时候,都是我老公的继母在帮我们带孩子,因为家里面呢,我老公公也不会做饭,加上她身体也不是特别的好, 所以呢,就让继母回去照顾公公了,很多人可能都说继母没有好的,可我老公的继母呢,我是可以十分的肯定的说, 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,她对我老公呢,真的是比自己对亲生儿子都要好,如果不知道的,很多人呢,都以为这是我老公的亲生母亲, 继母和我公公结婚的时候呢,是我老公刚过15岁的时候,那个时候呢,我老公5岁多左右吧, 他的亲生母亲就因为嫌弃我老公家里的条件太差,就是跟一个老板跑了, 中间呢,我公公带着5岁的老公,找了我老公的亲生母亲,很多次呢,我老公的亲生母亲都是避而不见的, 或者就是把我老公和我老公公给撵走,刚开始5岁的时候呢,我老公也不在意这些事情嘛, 后来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呢,公公还是想再去找一次我老公的亲生母亲, 因为他感觉孩子没有母亲呢,真的是太难了,当时呢,公公打听了很多人, 说当时在广州,他就带着我老公去了广州,好几次打听,才打听到我老公亲生母亲的住处, 公公怕我老公的亲生母亲呢,不愿意见他,所以他就悄悄的躲起来了, 想着让我老公自己一个人呢,过去找他的母亲, 没有想到敲开门之后呢,我老公的母亲看到我老公, 没有一点的亲切感,甚至直接说,谁让你来的,你们怎么来了, 其实我老公的母亲呢,他也应该知道了,不可能我老公自己过去, 因为毕竟呢,他那个时候还是个孩子,我们这边呢,离广州还那么远, 尽管当时呢,我老公的亲生母亲,对我老公一直都是恶语相加的, 可我老公呢,还是说出了公公提前交代给他的话, 我老公呢,就告诉他母亲,他说妈妈,跟我们一起回家吧, 可我老公的母亲呢,却说,回家,回什么家,这里就是我的家, 你们以后都不要再来找我了,也不要再来烦我了, 我跟你们家已经没有一丁点的关系了, 没想到老公母亲说这句话的时候呢,对着自己儿子是有很大的影响的, 其实当时我老公小岁二年级, 他也已经懂得了很多大人之间这些议论纷纷的事情了, 被他妈妈说了这些话之后呢, 我老公当时就给公公说,他说爸,咱走吧, 以后我再也不会要找妈妈了, 以后呢,就当我没有妈妈, 从那之后呢,就是我老公就再也没有提起过妈妈这两个字, 直到我老公就是15岁的时候, 公公采取了现在的继母, 不过继母呢,因为身体原因没有自己的孩子, 所以结婚以后一直把我老公当他的亲生儿子一样看待, 我老公呢,也是从继母这里得到了很多的母爱, 但是起初两个人相处的也并不是很融洽, 我老公也是听周围的邻居说, 说继母是没有一个好人的, 所以他也多次搞恶作剧, 可能当时受他亲生母亲的影响吧, 亲生母亲说的话呢,也在他的心里就是留下了阴影, 所以呢,他对继母也是有偏见的, 只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, 继母竟然比自己的亲生母亲对他要好太多了, 在继母这里呢,他感受到了妈妈带孩子的温暖, 继母来了之后,不仅家里面呢,收拾的是井井有条, 我老公呢,也不用吃了上顿没下顿了, 有了继母,他和公公两个人也算是有了家, 所以现在我老公每次提到继母呢, 他都非常的感激, 我们生了孩子之后, 我老公呢,也是主动提出, 说让继母后来帮我们带孩子, 当时呢,我还在犹豫, 我说这到底能不能行呀, 我老公说,你要十分的相信他, 后来女儿的大事小事呢, 全都是继母在给我们帮忙, 然后家里打扫卫生, 做饭,也都是做得非常的好, 现在呢,也是因为公公年龄大了, 加上身体不是特别好, 他自己呢,也不太会做饭, 而且呢,现在孩子也能上幼儿园了, 我们就说让继母回去, 不过他每年呢, 都会和公公来我们这边呢, 住上几个月, 可最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 现在老公呢, 马上就快要三十岁了, 突然前几天呢, 来了一个陌生的阿姨, 来家里敲门, 当时我不知道这是老公的母亲, 因为我也没有见过, 我只是听我老公, 还有我老公的奶奶, 就是以前和我说过, 我打开门之后呢, 他就问我, 说你是儿媳妇吧, 当时我特别的好奇, 我说你是哪位呀, 你找谁, 他说我是你老公的母亲, 我第一反应呢, 是没有反应过来的, 因为他们呢, 也是已经很多年不联系了, 然后我又想了一下, 我说那可能就是老公的亲生母亲吧, 我就赶紧的把我老公叫出来, 我老公看到他母亲之后呢, 也是很惊讶, 直接说了一句, 说你怎么来了, 说着呢, 他母亲自己就直接进来了, 拉着我老公的手就开始哭, 他说儿子呀, 妈妈现在生病了, 急需要你帮我一点忙, 我老公说你有病的时候, 你现在才想到找我了, 你怎么不找你的老公呀, 找我做什么, 没有想到呢, 我老公的妈妈他却说, 说他现在知道我生病了, 不拿钱给我治病, 整天说让我自己在家, 干等着, 可我呢, 就你这一个儿子, 你不能不帮妈妈呀, 你如果不帮我的话, 我就真的没有办法活下去了, 尽管婆婆就是一直在那边又哭又闹呢, 但是我老公还是从始至终都没有提过一个帮子, 我就赶紧拉了一下老公, 我说你先坐下来嘛, 于是呢, 我老公的妈妈就开始跟我说, 她说自己呢, 现在是得了癌症, 急需要做手术, 可是呢, 手术费在19万左右, 她自己呢, 也没有这么多钱, 这些年虽然生活条件好了, 但是钱呢, 都是她老公挣的, 老公也是自己拿在手里, 只是偶尔呢, 会给老公的亲生母亲嘛, 发一些零花钱, 她自己慢慢的把这些零花钱省出来, 存了有6万多块钱的私房钱, 所以呢, 想让我老公帮忙出13万, 然后自己去做手术, 当时我老公听到她说13万之后, 直接就跟我说, 说你让她回去吧, 可能我老公呢, 她自己不想这样对待自己的亲生母亲, 可每当想起来小时候, 她母亲把她赶出去的那个场景, 她就对自己的母亲是没有一点怜悯之心的, 听到我老公说这句话之后呢, 我老公的母亲就直接跪在我们家了, 我赶紧把她拉起来, 我说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, 她就说呢, 她现在走投无路了, 现在她老公一分钱也不肯出, 老公的前妻家呢, 有两个孩子, 也是她一手带大的, 可这两个孩子呢, 也不肯管她, 现在只有我老公是她最后的一点希望了, 我看着我老公, 然后呢, 又看了看我老公的妈妈,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, 因为其实说实话, 就算呢, 我老公想拿这个钱, 我们家也确实拿不出这13万, 因为当初结婚的时候呢, 还是继母和公公他们两个人, 给我们借了一些钱, 才把房子的首付呢, 给付了, 现在我们住的这套房子呢, 还有房贷, 我们呢, 也有孩子, 这几年呢, 我也把继母和公公帮我们借的钱呢, 也都陆陆续续的给还上了, 所以手上呢, 真拿不出这么多钱, 这个时候呢, 我老公就急了, 他说, 他就对他妈妈说, 说当年我上小学的时候, 哭着求你跟我回家, 你对我的态度, 是我这辈子都无法原谅你的, 我可是你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儿子, 你当年怎么能对我这么狠心, 我跟我爸呢, 一直对你抱有希望, 我们希望你能回来, 我们一家三口好好的过日子, 我爸呢, 也不介意你跟别人跑了再回来, 可你依然相信那个男的能给你过上好日子, 你嫌弃我爸没本事, 嫌弃我们家穷, 现在呢, 你病了, 你回来找我们了, 你老公这么有钱, 这么有能耐, 他不是大老板吗, 你让他去给你看病呀, 你不是还替别人养了两个孩子吗, 别人把你当母亲了吗, 认识我老公这么多年呢, 我也是第一次见我老公发这么大的脾气, 我当时都觉得我自己都是有点害怕了, 我老公说完这一番话之后呢, 他自己都有点哭了, 然后他还告诉他母亲说, 我是我继母养大的孩子, 我从15岁, 我继母来到我们家, 他比我就比你对我好了几百倍, 几千倍, 他一直拿我呢, 当亲生儿子一样对待, 在这个时候呢, 我就早就告诉我自己了, 我要把继母当成亲生母亲一样看待, 我一定要为我的继母养老送终, 你给了我生命又能怎样, 你只生我, 不养我, 说完后呢, 我老公很难受的就跟我说, 说你赶紧让他走吧, 让他离开咱家, 我现在不想看到他, 我看到我老公这么坚决的态度呢, 又看到我老公的母亲, 就在那里苦苦的哀求着我, 现在呢,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, 所以当时呢, 我就没有办法, 我就给我们家附近, 给他找了一个酒店, 然后给他付了一个星期的房费, 让他暂时呢, 先住下来, 我就回去再给老公好好商量商量, 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, 也希望大家呢, 能帮我出出主意, 提提建议, 我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了, 对此呢, 大家认为我们该不该拿这个手术费呢,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, 我们下期再见。